轉眼間又差不多到農曆新年 各位準備好回鄉下派利是鬥利是未呢 不過近年內地的電子支付已成常態 不單止衣食住行一機解決 有時連利是都直接微信支付部轉帳 但這些電子支付程式就必須有內地銀行戶口放河使用 因此澳門市民就必須特意跑一趟內地銀行 才可以還到電子支付 今次就由無任何內地銀行戶口的記者親身試一下 去內地開一戶口會不會很麻煩呢 要去內地開戶口並不需要走太遠 更是關閘外圍就幾乎聚齊了內地的主流銀行 記者就貪方便去了附近的中國銀行 原本就帶齊回鄉證、護照、住址及收入等 等等證明 但去到才知 原來現在內地的中銀、工銀等多間銀行 已經支持我們在智能櫃台自助開戶 而且根本不需要帶這麼多文件 現在澳門客戶可以在我們的中國銀行智能櫃台 辦理開戶手續 您只需要帶上您的港澳居民居住證 或者是港澳通行證、銀行帳單、水電費帳單等等資料 進行參考填寫 另外客戶預留的內地手機號 需確保手機為本人使用 且信號順暢 在現場能夠接收短信驗證碼 那在通過銀行人員審核後 就完成了開戶手續 一張證件、一個內地電話號碼 傳入戶口的100元人民幣 以及中英文地址 就可以完成所有開戶程序 過程只需要輸入個人資料、澳門住址及就業情況 將證件交由工作人員進行核對 再經過一兩次手機段訊認證之後 竟然就已經可以拿卡走人 其實從來到完成 前前後後用了應該都是十分鐘左右 相比傳統的人工櫃桌 又不用排隊又不用其他 是快了很多的 行業內我們是澳門客戶最多 有十二萬戶 以前通常你一個排隊 等整個小時都有可能 現在基本就不用點排隊 而且卡即使是智能櫃桌機器就出來 十分鐘就完成了 所以非常之便利 而且客戶的方向也非常好 除了開戶方便之外 以馳內地部分銀行會支持澳門戶口 匯款至內地的同名戶口 所以都建議讀者選擇澳門已有戶口的銀行 進行開戶 這樣就算不小心買到戶口沒有錢 都不用特地走去內地存款 今次去內地的首要任務順利完成 當然要買廢水慶祝一下 新鮮市新鮮市 立即綁定微信支付 支付寶等集七集八 終於可以用以前 同自己傳言的方式來埋單 當然不同銀行可能都有不同優惠 如果你認為我們澳門人 去其他銀行會更好方便 不妨都在下面留言區分享一下 回家看淘寶? 對…